韓國瑜看得出 民進黨在搞什麼 一般民眾也看得出來 所以最新的民調也有一些反應 我們來看一下 有電視台做的民調 蔡英文跟韓國瑜的支持度 我們來看到 10月23跟11月7號 蔡英文來到52 但是降到了49 最新是下降的 韓國瑜則是從39上升到40 等於說兩根差距是13% 拉近到只有剩個位數9% 但是中間選民 選民有沒有趕 來看到本來是蔡英文是54 韓國瑜是26 但現在韓國瑜上升到31 蔡英文則是48 所以也是縮小了 大概17%左右 憲平你怎麼看 韓國瑜最近打民進黨 打到痛處了 因為這個是有點物極必反 在這兩三天 其實綠營祭出了 韓國瑜好像8年前的舊案 然後說他怎麼自稱庶民 就是要把他庶民的形象 給這裡摧毀 現在要把他的形象摧毀之後 才能動搖他的支持者 對他的信心 然後企圖去打破 韓流的一個氣勢跟神話 這就是民進黨最大的目標 跟他的一個目的 但是這兩三天 當民進黨祭出這樣一個 林立的公式 也不斷的去炒之前 就曾經提過了這樣一個舊文 然後甚至把這個冷飯炒出來 甚至行訴的時候 庶民好像不能買房一樣 而且出來點名了 包括林俊縣在內 民進黨這些大官 蘇貞昌 陳其邁 蔡英文全部都是民進黨 典型的達官顯貴 以及我們一般庶民所口中生的 肥貓如果是找別人 找一般庶民百姓去講的話 恐怕還多少有一些 整個說服力或是聽得下去 通通都是肥貓在講話 人家當然聽不進去 而且重點是 他打了之後這兩三天 不管是有一些 比較中立客觀的一些媒體民調 發現說韓國瑜的民調 不但沒有被拉開 而且這個事情 大概是在大前天就開始在打了 前天 昨天 這個媒體民調 大概在前天到昨天的時候 陸陸續續出來 出來之後發現韓國瑜的民調 竟然會縮小 不是把差距拉大 我們一般想說 可能打這個事情 又碎了這個民進黨的意圖了 可能民調會傷到韓國瑜 又拉開 可能又拉到10%以上 結果不是 看到這個媒體的民調 韓國瑜的反而 這個縮減到8% 甚至加入了一些副手的比較的話 縮減到5% 6% 讓大家覺得奇怪 怎麼差距越來越小 這個就很吊悔了 我這兩天後來在地方跑的行程 碰到很多的民眾 尤其是庶民 他們看到這個韓國瑜一直被打 就說 難道我們庶民不能買房子嗎 幫助庶民買房 不就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嗎 你們不是口口稱聲說居住正義嗎 居住正義到了選舉的時候 全部變成放屁 只准小姐草地 不准這個庶民買房 現在是民間流傳的經典口號 這個小姐大家就很清楚是誰 蔡英文 當她在32歲 還是小姐的時候 當時在一個政大副教授 卻能夠有辦法買15筆土地 總共271坪 買了這個土地之後 隔年很奇怪 他們在內湖 就是在我們中間電視台 這附近不是很遠 這個土地竟然會列入 這個都市計畫重劃區 以前沒有 你知道土地只要列入 都市計畫重劃區 然後有可能將來有一些 特定的開發的話 那個土地價格是翻漲 翻倍 結果果然沒錯 土地養了89年之後 它的這個地價簡直翻倍 當初的這個地價公開 本來是這個一坪24000塊 結果當他賣出去的時候 在9年後是26萬4千塊 至少他脫手的時候2.8倍 賺了1億8千萬元 相比韓國瑜 我說個人的理財能力的話 韓國瑜跟李嘉芬夫婦 真的比小英 這個小姐 32歲的小姐 這個是差的實在太多 人家蔡英文 財力差太多 對 財力還有這個炒地的能力 真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韓國瑜最後把這個7200萬的房子 他付了1800萬的工程款 跟這樣的一個投機款 連金融專家都知道說 這是應收帳款 是建商要收的帳款 這並不是借款 然後最後6900多萬賠售 還賠了200多萬 除了炒地 還有這個如果你說這個財力 還有理財的這個觀念 真的不如這個蔡英文 炒地神算之外 如果你們這些人 可以縱容蔡英文這樣講 而且當時蔡英文的發言人 還有蔡英文的法律顧問 現在還是勞動部的這個部長 都跳出來講沒有賺1億8千萬那麼多 大概4千多萬 那不是很好笑 那不就是也是一樣賺得很兇嗎 你今天有什麼資格 一個權貴 一個肥貓 一個一個跳出來去批評韓國瑜 所以今天韓國瑜其實講出來 他們民進黨真的是 以前他們在批評國民黨說 不會嫌就不會選 就是不會選就不會選 現在已經這個年代 已經完全翻轉了 這是二三十年前 但是你現在看到民進黨 不會抹黑 不會控制媒體 不會撒幣 當然就不會選 所以也難怪韓國瑜會有感而發說 民進黨像匈奴一樣 匈奴有什麼特性 我跟大家講 匈奴的特性就是只會攻城掠地 他很會馬上打仗 但是他不會治國 所以你看到民進黨是不是 很會攻城掠地 選舉的時候打仗的時候 好像這個匈奴在馬上 這樣打天下一樣 但是等到天下打下來 他不會治國 治得民心流離 民心流失 然後大家可能要跑去別國 要不要會餓死 好 還有一個特性是 匈奴他是一個藝族起家 他沒有除了剛剛幾個來賓講的 沒有禮義廉恥那些傳統的 禮教書服之外 他就是只重視什麼 部落的利益 因為部落是一群煞血 只要血文和肉 他們想要這個看到眼睛就會發亮 所以他們只重視部落的利益 只要部落的利益安頓好之後 就不會內亂 你現在看看民進黨的部落 不是什麼 派系 派系利益安頓好 這些人全部像肉桶一樣 政治紛章 這個新潮流有幾席 像台北有些東西 幾乎都新潮流 這個裡面的人全部都安頓好之後 這個有 新潮流有 政國會也有 鷹派的人也有 這個也要選立委 那個也要 然後那個橋律有時候 就把水利會的官職派給他 或怎麼樣 這樣子漏統政治的分章 是派系橋好了 然後甚至錢全部都抓好了 蘇貞昌一上任 就把公營航庫的這些 董作總經理全部換掉 為什麼 掌握人脈跟金脈 全部放自己人 現在民進黨議員在打 韓國瑜高雄市政府說 要修法規定 那些什麼法能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不准動他們 前潮流下來的人 就這麼簡單 執主的人擺在那邊 不准你韓國瑜動 不准你蘭營動 因為那是我們的人 所以要法律去規定他 他保招任期三年時間 笑話 政治不就是跟著政黨輪替 這些基要不是這樣走嗎 但不是 全部在城局離開之前 還有代理市長走之前 人就塞好塞忙 讓韓國瑜你根本不能動 也不能亂動 這就是他們的打算 所以韓國瑜講說 匈奴就是這樣子分贓 就是這樣分力 我很認同剛剛有資格講的 匈奴未滅何以加為 韓國瑜就是這樣氣魄 我形容為就是現代或去病 你就是用這種方式 我用唐朝的詩人 王昌霖的初賽詩 但始龍成飛降在 不叫胡馬 杜鷹山 來改 小改一下 來比喻韓國瑜 但始龍成國瑜在 不叫老鷹杜鷹山 就是有這種氣魄 把民進黨當成匈奴 那就把民進黨給滅了 匈奴未滅何以加為 民進黨沒有滅 中華民國就像人家講 民進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韓國瑜的匈奴說 我們都發現他們成語蠻好的 歷史也蠻好的 歷史也都很好 來龍去脈 包括了這些觀念 不過其實我跟你講 民進黨裡頭 頭腦最清楚的應該是他 我們的前總統陳水扁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在先前的很多民調 不管各家民調做出來 好像蔡英文穩穩的領先 都一直贏 對 可是最近也發現 有一點點要拚 要拚 而且韓國瑜的陣營 其實先前一再的透露 他們認為一個黃金交叉的時間點 快到了 11月中 現在陳水扁跳出來了說 他沒有說蔡英文穩贏 沒有 他說最怕的就是 大義失金周 我們來問一下 兵哥最了解 陳水扁超主張 他頭腦真的還不錯 我跟你講阿扁其實你們看起來 他好像在唱衰 蔡英文對不對 其實錯了 他其實是在故意吹 就是吹大家 吹票 因為他真的很擔心 因為你知道每一個都是這樣 就是你領先差距如果太大的話 你的支持者通常會覺得 你好像差不多贏了 你就不會出來投票 所以現在綠營的支持者 都很擔心這件事情 所以阿扁你看他已經提醒過 好幾次了 說蔡英文不要太得意 你可能會掉下來 其實他不斷在提醒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在告訴綠營支持者 你們如果不出來投票 蔡英文真的會落選 為什麼他會出來這樣講 因為其實包括民進黨 自己內部的民調都顯示 差距根本就不像坊間的民調 差距這麼大 我們現在看到的 可能是9% 可能是17% 可是他們內部的 可能是沒有這麼遠 其實沒有差到那麼多 其實就是最近內部的民調 都顯示 雙方真正的差距 大概在3到6%左右 跟韓國瑜陣營裡面的 內部的很像 差不多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樣 而且你隨時可能 因為話題的不同會去變化 所以誰只要一個話題回答得不順利 或是讓人家看破手腳 馬上你的民調就會掉下來 實際上 最近民進黨為什麼會很緊張 要趕快把這個八卦話題打出來 他本來是預計到12月中在打 結果現在11月上旬 就馬上就丟出來 原因是因為前一陣子那一波學代 年輕人這一波的攻勢 因為他們回答得完全荒腔走板 然後招架無力 而且是連高教師這些 不該出來答覆問題的人都跳出來 套力 對 而且還達了一個 馬上直接跟所有年輕人為敵的 這樣的一個答案 結果讓他整個支持度 降下來很多 所以民進黨內部其實很急 很急的話 就是用我們過去的老招 因為我必須說 這是台灣的毛病 也是全世界人的毛病 你會喜歡看政策 還是會喜歡看八卦 八卦 大家都會喜歡看八卦 我們雖然都講說 我們要端出牛肉來 你要拿出政策來 可是一定八卦來平平感 就是這樣 人都是這樣子 這人同死心 心中之意 所以八卦話題是最好運作的東西 民進黨深知這一點 所以他們就拿出來用 可是用這個東西 本身有一個很好笑的東西就是 因為他們自己也知道 從頭到尾沒有違法的問題 你要說官縮就更好笑了 他們現在一直口口聲聲說 韓國瑜找了兩個有利的政治人物 去官縮這件事情 然後他怎麼樣逼迫台肥 還要貸款兩成給他 假設韓國瑜真的有 這麼大的力量的話 他當初怎麼會買在最貴的時間點 還賠200萬 傻小的還被砍偷 對 然後正常 我跟你講正常 如果你真的背景很硬的人 你很有勢力的人 你會怎麼樣 你會一開始就直接壓破台肥 人家買7000萬之後 我3000萬就要了 不是這樣子嗎 正常應該是這樣子嗎 其實你知道以前我們業界 就是我們同業 媒體同業 你知道有人跟建商這些關係 很好的時候 建商如果直接拿錢給他 他可能會被人家抓到 可能收賄或幹嘛問題對不對 他跟建商買房子 可是建商用超級優惠價格賣給他 而且他其實根本一毛錢都沒出 也有這種事 而且建商賣給他之後 中間在等待的期間 房價不會上漲嗎 他再把他賣掉 所以他一毛錢都沒出 然後逃利 真正有辦法是這樣做的 韓國瑜如果真的像這些立法委員 講得這麼有辦法的話 他幹嘛那麼呆還賠錢 這麼有辦法 倒是讓自己賠250萬 他真的是夠250 所以我就覺得 這根本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轉移了 他們最笨的東西就是什麼 一個是黃國昌講的 說財務報表裡頭就會寫 財務報表裡頭真的有寫這種東西嗎 我跟你講台北的財務報表 是公開資訊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你們大家去查總共68頁 你看得到哪個裡頭 提到三個字韓國瑜 這三個字嗎 怎麼可能 財務報表怎麼可能會寫這種東西 然後黃國昌各有先生講說 你韓國瑜有沒有炒房你薪資肚明 用這種影射的方式講 你要用這樣講我也可以講 你韓國瑜有沒有搞女學生 你自己薪資肚明 我沒講你什麼 黃國昌 黃國昌 不好意思 講錯 黃國昌 對 所以我必須說 你要用這種影射的方式 大家就來 可是他們影射錯 第一個 你用這種方式 你又拿不出真評實據 而且韓國瑜實際上是虧錢的 所以他們越講越兜不上來 然後現在只好去扯什麼 扯到韓濱去的 不是我這個韓濱 是那個韓濱 那個很漂亮的 另外一個韓濱 不是我這個 他扯到韓濱說什麼 你還當初來打工去幫父親 買車 換車 說好像被自己父親欺騙 你們連做人基本的孝道 都不懂了嗎 兒女 我買一個東西去孝敬父親 難道是因為父親沒有錢 買不起這個東西嗎 不是這個意思 就好像我去 我賺到錢 我有請我爸媽去吃個飯 難道我爸媽吃不起那個飯 進不了那家館子嗎 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是展現你自己的一點心意 你連我跟你講 他們現在民進黨要做的 就是要摧毀台灣人的基本價值 摧毀中國的基本價值 把所有的中國文化清除掉 把你一點子全部都不要 你知道今天 在我來的一個建設事業 他都非常非常擔憂這一點 他都覺得說未來年輕人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那個價值觀 已經完全被混亂 這就是民進黨要做的 他要做什麼你知道 就要把我們一個有深厚 中華文化底蘊的 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然後把他轉化成一個 如毛鷹血的匈奴 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要把我們所有的 未來年輕一代 都變成不知禮義廉恥的匈奴 你知道 以前人家說 知此近乎勇 現在是無恥近乎神勇 甚至還有一句進階版 叫無恥近乎徐國勇 所以現在就是 他們就希望把未來 所有的人全部都變成這樣 就是變成不知禮義 不知廉恥的 這樣的一個人 我們要讓國家的 未來變成這樣嗎 拜託大家 真的不要再執迷不悟